大家好,我是小尹 今天和大家分享做法简单 又非常营养的发面饼 不需要揉面,不需要擀面 比蛋糕还好吃哦 面粉300克 玉米面200克 黄豆面80克 小米面80克 酵母粉5克 少许白糖 再打入两个鸡蛋 700毫升温牛奶 一边倒一边油里向外搅拌 搅拌至没有面疙瘩 这样就可以了 盖上保鲜膜,饧发一个小时 面糊上出现很多小泡泡 这样就发酵好了 用筷子搅动一下面糊 排出气泡 再把面糊倒入保鲜袋中 捡一个一厘米左右的小口 锅预热不用放油 挤入面糊 煎两分钟左右 再给它翻一面 盖上盖子 再蒙两分钟 煎到两面金环 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饼非常的松软 比蛋糕还好吃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支持